彼得、林奇教你理财 读彼得、林奇教你理财的第一张美国股市的前世今生 随着历史上各公司的沉浮 我突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投资股票其实是分享公司的利润成长 不应该是投机股票价格的涨跌 尤其不应该指望暴涨暴跌 所以投资其实挺简单 选择有盈利且稳定成长的好公司 并且以相对于估值合理的价格买下股票 定期审查公司现状和前景 如果没有往差的方向便就继续持有 除非出现更好的投资机会或者股价暴涨 林奇并没有讲述很多选股的技术 他认为可以从生活和工作中去观察公司 研究上市公司 据此选择自己熟知并且喜爱的股票进行投资 这是选股的最高境界 对于上市公司 你了解的越多 就越少依赖别人 越能客观地评价别人给出的建议 你甚至可以自行决定买什么 何时买 研究上市公司 通常需要两种类型的信息 从现场调研中得到的信息 和从数据分析中得到的信息 对于第一种 你可以在走进麦当劳 或其他各种上市公司的门店时 搜集信息 一旦投资者开始以选股的眼光观察世界 潜在的投资机会无处不在 至于数据分析 股票投资人需要关注的关键数据 包括经营利润 销售收入 负债 股息和股价 精心挑选股票 尽量低价买入 并随时关注与股票相关的各种信息 从而运用你的知识 把投资风险降低到较小的程度 林奇特别强调了长期投资 即选择盈利能力强的公司的股票后 就长期持有 不要去择时 股价下跌并不是一个好的卖出理由 人们认为在市场调整的时候 投资股票是非常危险的 但他们忘了 踏空同样也是有风险的 关键的几天往往可以成就 或摧毁你整个投资计划 20世纪80年代股市上涨的5年中的大部分利润 是在1276个交易日中的 40个交易日中赚取的 如果在那40个交易日中你选择空仓的话 你的年均收益率可能就会从26.3%降到4.3% 如果想得到最多的回报 最好的方法就是买入并长期持有 你可能会精力调整 但只要你不卖出的话 你不会有真正的亏损 相反 你能全面完整地享受到股市的盛宴 林奇认为 投资者最大的错误之一 就是在股票和基金里杀进杀出 指望避开调整 还有一种错误 就是手上拿着一大笔钱迟迟不入场 而是期望下一个调整来临时减便宜货 在试图通过择时来躲开熊市的同时 人们往往也错过了与牛市共舞的机会 还有一个对付熊市的简单办法 那就是定期用少量的资金买入股票和股票基金 其周期可以是每个月 每四个月或每六个月 这样 你就不用再受到所谓牛市熊市争论的困扰 本书讲了很多公司比如耐克 强生和苹果的故事 让我产生去了解某些公司历史和创始人生平的兴趣 与牛市争论的老虎市争论的创始人生平的兴趣